加拿大疾忆人夏克利与黄嘉谦离婚官司缠送一年半 加拿大法院7月25日判决出炉 黄指控下家暴一事的罪名不成立 夏克利昨日透过微博发文表示 有人说我是坏人可是我没有做什么错 他还说从头到尾相信我的朋友我很感谢你们了 夏克利发影片强调两大错误 有新闻称他骆驼到跟流浪汉住在桥下三个月 强调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过去还曾有新闻称黄嘉谦2021年8月人在台湾医院 由于遭受到家暴脖子受了伤 夏克利强调黄嘉谦不仅人在加拿大就算了 更没有受伤 强调那也是错误的报道 大动作强硬回击 对此黄嘉谦透过律师赖方玉发出声明 夏先生故意扭曲事实 表示家暴的官司8月会再开庭 并反控夏克利对他造成精神暴力 声明稿指出黄女士返回台湾居住 因此目前程序上欠缺公共利益 帮暂停原定今年8月的停期 此有向法庭调取2023年7月25日的笔录可证 另外黄嘉谦也控诉夏克利透过讯息 企图将第三人卷入父母双方间冲突 行为涉及持续性之家暴 夏克利上诉但被法院驳回 声明最终在指夏克利对他进行精神暴力 对此夏克利强调他会来台出庭并公开新证据 今日发出声明表示黄嘉谦不是原告 黄嘉谦是作为本案的目击者和提告者对我进行举报 本案的原告是加拿大黄家法庭 黄嘉谦无权对本案的流程及判决做出影响及决定 所以黄嘉谦所谓的release order 不是出自加拿大黄家法院对本案件的判决书 对于台湾律师擅自曲解加拿大黄家法院判决结果 唯有保留提告的权利